随着新能源时代的到来 纯电动车逐渐成为了市场新纯 更强劲的动力性能 更智能化的用车体验 确实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 可往往这种新兴产品存在着两个极端 它能带来百万超火性能的同时 也存在着安全性问题 无论是电池安全问题还是系统故障 都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 林志寅驾驶特斯拉失控事件没多久 又以同样的方式在广东潮州上演 一位拥有30年家里的货车司机 在面对这种纯电动性能源车 出现故障时毫无应对之策 硬生生顶着198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任由车辆像无头苍蝇一样在马路中穿行 车辆上所谓的安全辅助配置竟无一起反应 即便是撞击时的速度都有100公里每小时 超越来一款车所能承受的撞击力 严重威胁到人身安全了 一位是国内知名赛车手 一位是30年驾龄货车司机 都是拥有着非常丰富的驾车经验 相比官方毫无可信度的回应 显然广大网友们不买账 与此同时 这次事件也再次撕下了 传电动车的折袖部 电动车的安全性问题 再次成为了人们讨论的话题 造车新势力与传统大厂之间如何选择 也让消费者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是性能强劲的新兴车型 一方面是性格温和 品质可靠的传统品牌车型 如全新的丰田BZ4X 在智能化方面更接近于实用 安全 在动力性的方面 更加偏向于低能耗出型 7秒多的加速能力 也能满足日常需求 且售价仅为19.98万至28.78万 相比造车新势力 明显更具性价比 作为丰田最新的ETNGA平台下的 首款纯电动车型 在大家关心的安全性方面 这款车搭载了 丰田最新的TSS3.0智行安全系统 不仅针对DLCC动态雷达巡行控制 LTA智能车道循迹系统 等原有的辅助配置进行了升级 而且还新增了向PDA主动驾驶辅助 EDSS紧急驾驶停止系统 等三大功能 使得车辆能够更精准地感知 规避路面突发情况 自动跟车等操作 必要时还会主动控制车辆 极大程度地保随了行车安全 缓解驾驶疲劳 最新的SEA车模式台预警系统 当监测到车辆或行人接近 并判断可能与自车厂开的车门 或下车的成员发生碰撞时 车外后视镜的指示灯会闪烁提醒 还有更智能的自动驳车功能相伴 支持六种输入库场景 一键遥控驳车 关键这套系统还能远程OTA升级 让你天天享受最新的TSS 就算的设计 也是迎合了当下的智能化需求 中控台搭配了12.3英寸的中控大屏 和7英寸全液晶仪表 具有360度前景影像 智能语文控制 人脸识别等功能 特别是液晶仪表的设计 替代了SUV台显 让车辆信息更直观地呈现在以前 全新的数字钥匙系统 对于新的车来说也是一大变革 通过手机APP 将智能手机作为数字钥匙使用 从而取代了传统的实体钥匙 还要充电效果更高的智能无线充电面板 可自动识别设备进行充电 还支持快速充电 让充电效率提升三分之二 重点来了 方田第二代太阳能充电系统 也出现在这款车身上 可通过太阳能充电穹顶进行蓄能 并向驱动用蓄电池和12伏电池系统充电 一年发电量可供车辆行驶1750公里 这在新的软领域当中还是非常少见的 没有了传统三大件的影响 大空间逐渐成为了全电动车的专属 特别是方田BZ4X拥有2850毫米的宽大轴距 让一款中型ICV拥有了不输皇冠路放的宽大乘坐空间 加上穷顶天幕所换来的通透性 以及座椅加热 方向盘加热 PM2.5过滤 热泵坑条 空气净化等舒适性配置 所换来的舒适性足以让人爱不释手 这款车在动力方面提供了前驱单电机和四驱双电机版本 前驱版最大功率可达204马力 266牛米 0-50加速成绩为3.8秒 百公里耗电量仅有11.6千瓦时 一公里用车成本仅需6分钱 电池方面提供了66.7千瓦时电池座 所以CLTC续航可达615公里 达到了同级较高水准 而四驱性能版最大功率可达218马力 337牛米 0-50加速仅为3.4秒 同等电池下 CLTC续航也是达到了560公里 同时还搭载了与486联合开发的 X-MODE4C系统和Grip Control智能流行模式 懂车的人都知道 这两套系统的强大之处 即便在雨雪 迷地 沙利等死杂路况下 也能重复应对 对于一台纯电动SUV来说 相当强悍了 可见作为传统大厂的风铁 在纯电动车领域 还是储备了很强的技术实力 特别是高阶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强悍的四驱流行模式 确实相比造车新实力 更具产品力 至于如何选择 我想大家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吧 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吧 还有什么疑问 咱们评论区见